有人跑去豐田 這是澳洲的豐友 跑去豐田看車 看到兩輛 大概是3.3-3.5元澳幣左右 他現在也是駕駛豐田的 他在駕駛CAMRY 2005年的CAMRY 他當時買一輛車是3萬多元 現在他也想花3萬多元買一輛新車 為什麼呢 豐田駕駛了十多年 什麼事都沒有 非常信用 非常吸引X 想換一輛豐田 豐田方面就跟他說 你現在買車不是不行 你先下訂購 預計今年年底12月的時候 我就有車給你了 他就想買Corolla 或者CAMRY 但也要等到12月 他那輛車行 就不只是賣豐田 他去那輛車行 他有賣其他車 在澳洲是很流行的 豐田有一個DLAR 隔壁有一間三菱 但都是他開的 其實有些情況就是這樣的 有些情況就是幾個牌子 都是同一個DLAR賣的 DLAR就跟他說 如果不想等那麼久 有第二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 就是買一架三菱的ASX 三菱的ASX是32,000 即是你的預算是32,000 他就有十年保養 他試過那輛DEMO的三菱 他也覺得不錯 他在想一件事 究竟他應不應該付錢買三菱 因為三菱不用等那麼久 等到八月而已 八月中就有車了 8月中有車是否比要等到12月才有車好呢? 現在問題就是 豐田兩個字 是否值得你等半年呢? 其實現在在澳洲 還有其他品牌的汽車 都是這個價錢的 三萬多元 譬如哈佛、哈佛 長城的品牌都是三萬多元 有些更便宜 有些不用三萬多元 如果你買ASX的尺寸 哈佛應該兩萬多元搞定 兩萬多元澳幣 當然 長城這個品牌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相信 哈佛這個品牌 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相信 但是豐田這兩個字 是否值得你等半年呢? 有很多人覺得是 豐田這兩個字 起碼都值幾千元 即是幾千元紐幣 或者幾千元紐幣 都是這樣 值幾千元 豐田這兩個字 台仰也有架豐田車 我理解 都駕了很久 台仰也有架豐田 都駕了很久 都很耐心 非常耐心 所以有些人用了豐田 永世都一定會買豐田 豐田是否真的這麼好呢? 我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澳洲 現在才有一個嚴重的事情 就是他們的油駕車 他們要賠一大塊錢給那些車主 就是因為他的DPF 就有問題 但不是的 其實最初一早已經知道有問題了 我們在18年的時候已經說過有問題 他就照賣 他不理會照賣給別人 在18年的時候已經說過給別人聽 他們就有問題了 我們節目也可能有說過 有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說過給大家聽了 他本身的柴油車有問題 還有他們說到不會破壞皮卡車 連車族都可以破壞 我有個同事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豐田是否一個招牌 你買了一定的店 我的看法就不是的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不是的 這個金漆招牌 我一定只是買豐田而已 但是這個消費 我的看法就不是很理性 Happy Wonder 他就說我會買中國品牌 Seven Ho 說三零的車真的不行 我自己也要說回 我自己也是開三零的車 就是這麼說 三零的車 他的車的性能 其實就是不太好 我也要說老實說 性能不太好 他的優點就是便宜 而且他的保養 就是在市面上是最好的 因為他們是十年的 引擎、波箱那些 是保你十年的 豐田也沒有 豐田的波箱 十年會不會壞呢 有幾隻車都是會壞的 十年內都是會壞的 所以你說 使用的車能買不買 你想過、量度過 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 他的車真的很不可以 其實我就很坦白說 現在你可以去看看國產車 我也要說回 國產車的水準是高了很多 你說國產車怕我有問題 但是國產車很多都是七年保養的 其實就是 你有七年保養的話 其實就保了你七年沒有東西了 其實就是 我操錢的看法就是這樣 Feder Wong的Toyota引擎是不錯的 但是我不會駕駛豐田 即是豐田這個情況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要用車 就沒必要等半年 我操錢的看法 因為你可以選擇很多東西 你不一定要買豐田 你去看看其他車 究竟你覺得駕駛上去的感覺是怎樣 Happy Wonder 我是南非、新加坡、澳洲的旅遊車 現在都是中國製 其實重型車就很多都是中國的 你自己留意一下都會知道 Happy Wonder 菲律賓也是 所以我就說 不一定要看日本車的 我的看法就是 還有如果有些品牌 它可以保你一段長的時間 你是不需要買 只有五年保養 或者只有三年保養的車 Malm 0707就說 都訂了比亞迪電車 但是11月才有貨 比亞迪其實不錯 在澳洲現在都可以訂比亞迪 但是訂比亞迪 又是要等很久 又不是兩個月的事 如果比亞迪的話 這抄就說最近路上有些MG的車 MG都OK的 多了很多 是多了很多 它都OK的 但是你說它可不可以耐用呢 我也不敢說 要時間證明 要時間證明 但是 如果車價那裡 你節省到一萬多銀 那我就覺得 可以拼一拼 你可以拼一拼 是不是 如果你節省到一萬多銀 我的先決條件是 你要節省到一萬多銀 如果你節省不到一萬多銀 那你就要想 看法就是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父親 就是給亞迪電機終身保收 是的 Steven浩說給亞迪等三個月到半年 很普遍 是給亞迪的銷量是很厲害的 那是要等的 給亞迪就 但是你說 給亞迪不等 就買一架MG行不行 我自己就不會建議買MG的電動 我也要告訴大家 因為這個我試過 我又覺得不太行 它的電動車感覺是不錯的 但是你拼一下彎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輛車不是很妥當的 其實這個情況是不正常的 因為電池坐在車的底部 應該拼彎會很穩定的 但是MG 不知為何 它的電動車 它做出來的動力表現 比汽油版還差 可能就是因為本身的車設計的時候 它是一輛汽油版的車 它硬硬裝電進去 其實它硬硬裝電進去的動作 就會令到車的動力表現很差 同樣有類似問題的 就是現代的電動車 就是Kona 也是這樣的 如果買一輛汽油版 或者柴油版的Kona 它那個動力表現就肯定比 我的意思是動力表現 就不是說0-100加速那些 就是你轉彎 就是彎路很多的地方 你就會用到這一點 它的表現其實是差很多 如果它設計整輛車是電動的 它的動力表現就好很多 其實就算是特斯拉去轉彎的 其實都會比汽油版還好 又有柴油版 又有電動版的車 我的看法就是這麼說 Liking 88 就說 我喜歡Audi 但也很貴 但是Audi 在英國已經很便宜了 如果你買一輛A6 Wagon的話 在英國是很划算的 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在英國的人都是 粗錢的看法 就是肯定買這些車的 究竟 應該不應該等六個月 我就覺得不應該 除非是特定的車型 有些特定的車型 有些人就是豐田特定的車型 我覺得等一年也很划算的 舉個例子就是六巡七十系列 現在是要等一年的 即是現在你訂車要 在2003年的12月 不止等一年 是等一年半 才可以有車去拿 它答應你就是 2023年的12月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如果是要訂 你有需要用這些車 譬如你在農場那裏做 那些 那這些沒辦法 你是要買這些 那你就等 如果你不加以 給多一點錢 現在就給多兩萬元提車 其實就是這樣 那些人擔心 不追求高性能 中國品牌是OK的 其實現在人們擔心 就是不耐用 還有 就不reliable 就是要撞車 就不能用到 那些東西 那其實你說 reliable的話 我自己知道 中國製皮卡車的問題是不大的 很多人買的 是很多人買的 但是 那個問題是在哪裏 你省不省得到 錢呢 就不一定 因為 國產車到現在都是一個問題的 如果你買柴油車也好 買汽油車也好 它的耗油比較高 事實上是 跟歐洲車比較 跟日本車比較 它的耗油都是比較高的 那你自己也要計算 每個人都要計算自己的數 我的看法就是 輕方年就說 普通型一定有現貨 在澳洲的情況就不是 澳洲現在很普通的車 全部都是要等的 有現貨的車就是 我告訴大家一個真相 Stelantis 他們做的車 就是一定有現貨的 就是快意 Jib 和 Gaisela FCA 以前叫做Fiat Chrysler Group 他們的車 就是有現貨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 有現貨的原因 就是他們這些車 非常 多問題 是不值得玩的 為什麼中國車說 中國車沒有問題嗎 不是 中國車也有問題 但是中國車的值得玩 就可以令到一些問題 你看不到 現實就是 現實就是 便宜了嘛 因為它便宜了 有問題也算 問題就是 Fiat Chrysler Group 或者Stelantis 那些車 他們的問題太多了 就算你買到很貴 也是很多問題 就是 你買一輛十幾萬的 Alfa Romeo 都是很多問題 是 你要預料 很多問題 你才可以買那些車 但是 你拿了十幾萬出來的人 誰會買那些車 就是 就像Jib 那樣 它現在有輛皮卡車 很便宜 8萬元 很大價 但是也沒有人買 為什麼沒有人買呢 就是因為 品牌的箱子已經很臭 還有 他們的售後服務 證明是很差 有問題 他們是不處理的 尤其是在澳洲 買了一輛車回來 哦 有問題 他們說不關我的事 你用得不好 而已 這樣也可以 那些就 很嚴重 Lieva就說 加拿大 拿一輛舊車玩 新車有現貨 那麼 進去買一輛新車 就要等很久 其實現在買新車 很多情況都是沒有貨的 他跟你說 我們有二手 你買一輛二手 但二手 有些比新車更貴 新車訂的價錢 可以購買到不得了 現在 是不正常的 Money 說 我也在想換一輛LTV 皮卡 皮卡 LTV的引擎 就是意大利的 所以 你預計是要做的 他們的柴油引擎 你預計是要做的 所以你們去看看 Carlin Chan說 我們車超貴 應該是新加坡 買車要給用車證 一次十年 用車已經上升十萬 再加車 油價上漲四個一 每輛車是香港 車價三至四倍 對 新加坡有車階級 是很厲害的 但是當然有些人 在新加坡都會買車 HAPPY WONDER 它是喜歡買皮卡車 現在皮卡車 到處都沒有貨 在澳洲 三嶺的Triton 都是沒有貨的 據我的了解 其實是沒有現貨的 這什麼柴油沒有興趣 但是LTV的皮卡 就是柴油的 如果在很多地方 都是柴油的 如果皮卡車買汽油的話 其實是很適合油的 我的經驗告訴你 就是 如果買皮卡車 最好都是柴油的 除非你入油那裡 你覺得 不是錢 入汽油也可以 那就入汽油 那HAPPY WONDER 在澳洲第一架車 就是HILUX 4.6 HILUX有出過4.6嗎? 我也不知道 柴油有4.6 我沒有試過駕這麼厲害 我HILUX也駕過 但是 2.8 3.0 都駕過 好了 講到這裏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駕駛 不過我們都要回答一下 網友的問題 算是回答了 雖然都是叫你自己想 以及叫你考慮一下其他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買一輛Camry 或者買一輛Corolla 你走去等半年 就愚蠢 因為 有其他車可以考慮 因為Corolla 現在你買的Camry 你駕駛10年 都不一定沒問題 因為Toyota的車的質量 其實是比之前差 休息一會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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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